旧西藏地方政府设有法庭和监狱 大寺庙也设有法庭和监狱 僧俗领主还可以设立私牢 当时的刑法极其野蛮残酷 有蜿蜒、砍手、断足、剥皮、抽筋、投水等 这些刑具成为那一时代的佐证 布达拉宫下面有一个平民的地牢 百姓俗称蝎子洞 里面续养了无数的蝎子 专门是要犯人 人被丢下去以后 身上立即爬满了毒蝎 很快就被活活地遮死 这是某寺庙写给热刀头目的信件 为达赖喇嘛念经祝寿 他们需要这样一些东西 要诗人长一捆 人头两个 各种血和人皮一整张 往立即送来 人头四个 肠子十排 净血、脏血、各种肉、各种心 在诵经的地方准备妥当 要立刻送上 这一切都发生在旧西藏 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社会形态下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西藏人民迎来解放的曙光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史称十七条协议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 西藏宣告和平解放 十七条协议肯定了改革西藏社会政治制度的必要性 考虑到西藏当时的实际情况 中央政府以极大的耐心和宽容 劝说等待西藏地方上层的自觉 但是以十四世达赖为首的西藏反动上层集团 面对西藏人民日益高涨的改革要求 顽固坚持永远不改 并于1959年3月10日 悍然发动了旨在分裂祖国的武装叛乱 中央果断决定 一边平叛 一边进行民主改革 使得百万农奴摆脱了封建农奴制的枷锁 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土地的主人 自己命运的主人 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 西藏实现了从封建农奴制 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性跨越 2009年1月19日 西藏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决定 将每年的3月28日 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民主改革半个世纪以来 在中央关心全国支援下 经过西藏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 西藏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西藏社会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西藏人民的命运也发生历史性改变 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 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投一巨资相继启动了以基础设施建设 和改善长乡面貌为主要内容的43项工程和62项工程 全国各发达地区省市也派遣了原葬干部 开展了对口原葬工作 20世纪80年代初期 西藏农牧区实行土地归户使用 自主经营长期不变和牲畜归户私有私养 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 并在西藏农牧区两次豁免银行贷款 率先免除了农业税 这些特殊优惠的政策 极大的激发来西藏人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使西藏经济充满活力 教育方面 农牧区实行了中小学生包吃包住包学费的三包政策 率先实现长乡义务教育 率先在农牧区实现了免费医疗制度 率先实现长乡居民医疗保险 率先实行农牧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近年来西藏各地新农村建设 安居工程建设如火如荼 农牧民群众安居乐业 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 民族团结 西藏民族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保护和发展 西藏三大重点文物保护维修工程 布达拉宫 罗布林卡 萨加斯 投资3.3亿元 现已竣工 西藏十一五重点文物保护工程 及扎实伦布寺保护工程启动 广大信教群众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 目前西藏共有一千七百多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 祝寺僧仪约四点六三万人 青藏铁路的建成通车 为西藏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火力 提供了重要机遇 宇游业方兴为爱 国内外游客分治 金色的阳光洒向布达拉宫 也普照了整个雪域大地 这就是阳光下真实的西藏 空吗 完��